王贤克所能想象的极限 就是于贤姬坐在兽型的椅子上 把洁白销售的手腕子伸到柳木的手书里 然后他睁大忧郁的眼睛 看人家把这木树定上 然后再抬起手来 看那两片木头定成的木框子 在手腕上晃里晃荡 在监狱里的生活就是这样 坐下的时候食指在书前交叉 站起来的时候向前伸出 扶住家的前眼 在监狱里手指派上这两样用场 在监狱里走动的时候 双脚好像门扇 迈着可笑的大步向前走 这时候脚下是一个接一个的半圆 臀部也不得不跟着扭动 站着的时候大岔着腿 就像三岁的小女孩 还没有学会蹲下撒尿一样 坐下的时候大腿并紧 小腿岔开 好像一个三脚架 鱼玄机的腿在监狱里就派上这两样用场 王贤客又到监狱的厨房里去 买了一份囚粮拿回家去了 那是一些十五两一个的大窝头 一个就是一天的口粮 窝头是用豆面 骨糠和酒糟蒸成的 里面还有稻草和鸡毛 像这样的窝头 牢里每天要蒸很多 一半给犯人吃 另一半卖给马戏团喂狗熊 王贤客简直就不能相信 天香果色的鱼玄机 会把这样的大窝头放到家面上 一口口地啃 这事情真不该是这样 后来王贤客对鱼玄机的旧事入了迷 好像真要给他写一本书一样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有一天 他晚上梦见了一只兔子才有所改变 那只兔子大得像人一样 嘴里两颗牙刺了出来 好像一对刺刀 他说 你把我们放到房上干嘛呀 这时他才想到 他把兔子放到房上 是为了寻找吴双 他到长安城里是来找吴双的 与此同时 王安老爹每夜在楼下等着抓他跳墙 秋夜里寒风袭人 等到腿上的关节炎都犯了 但是同一夜里 他也梦见了鱼玄机 披加戴索 细声细气地告诉他说 他并没有故意打死那个使女 当时他们正在玩着一种荒唐的游戏 他一失手就把他勒死了 虽然如此 他也不抱怨别人把他绞死了 因为他是心甘情愿地给彩平体命 王贤客正想问 像他这样的绝代名媛 嘴里怎么会骂出像 操你妈这样的粗话 梦就醒了 梦醒了以后 他有好一阵子 若有所思 觉得这个梦非同凡响 最后他想了起来 鱼玄机管他的使女叫彩平 他的使女的确是叫彩平 而无双的使女也叫彩平 鱼玄机和无双的近似之处 原来是这样的呀 在王贤客的记忆里 彩平是个长得极像无双的小姑娘 稍不留神就会搞错的 夏天里 无双穿一件土耳其式的短挂子 露着一截肚皮 彩平也穿同样的短挂子 也露着半截肚皮 连露出的那半截肚皮 都是一样的洁白细腻 他们俩穿一样的土耳其短裤 一样的凉鞋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无双用一段金链子 拴了一个祖母绿的坠子 遮住了肚脐眼 但是彩平的链子 是肚金的黄铜 而坠子是一块绿玻璃 祖母绿名副其实 就像祖母死了 埋在地下半个月 再挖出来那么绿 而绿玻璃就没有那么绿 这两者的区别 就像假眼睛和真眼睛的区别 一样明显 价钱也大不一样 但是使女就该和小姐 有这样的区别 无双还告诉王仙客说 这个丫头就值五百钱 还比不上她那匹马呢 在梦到于轩机以前 王仙客已经去访问了很多人 打听于轩机在监狱里 怎样生活 他对每一件事都有兴趣 但是最大的兴趣却在于 打听他在临死时 为什么要说那句 操你妈 别人告诉他说 所有的犯人在临死前 都要说这句话 尤其是那些绞刑犯人 在被绞过了两道后 假如还能说出话来 就一定要说这句话 有的人不但说这句话 还要加上一句 我现在是不骂白不骂 这就像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一定要掉到地上一样 假如于轩机不骂这句话的话 就像苹果飞到天上一样 不可能 但是王仙客偏觉得 这件事情很古怪 因为根据于轩机的供词 他是很情愿背叛死刑的 官老爷甚至说 我可以放你回家去 你自己上掉算了 免得吃那份苦 但是于轩机偏说 他愿意死于国法 除此之外 他还是模范犯人 得到了上法场免捆的殊荣 像这样的犯人 上了法场还要骂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王仙客就这样 问了又问 问得当年的狱卒老头 无不害怕 只好把没收于轩机的一些东西 还给了他 那都是一些旧衣服 给很多人穿过 已经变成破布片了 王仙客倒没有嫌破 一件件很珍贵地收了起来 但是他还是在打听 于轩机死时 为什么要骂糙你妈 这叫人感到头疼万分 有关犯人在临死时骂人的事 牢头镜子和刽子手们 讲得都不对 在于轩机以后死掉的犯人 固然都是骂糙你妈 而在他之前死掉的犯人 不禁不骂人 反而都说些认罪浮法的话 所以于轩机是开 操你妈之心何者 这句话现在 在监狱里成了上刑场的代名词 死刑犯们相互这样说 什么时候操你妈 啊 下个礼拜吧 或者说 明天我就操你妈 于轩机把原来执行死刑时 那种庄严肃穆 而又生气勃勃的气氛 完全败坏了 后来王仙客 把彩平也列入了寻找的范围 但是彩平也找不到 寻找彩平的难度 似乎比找吴双还大 这倒不是因为找不到 而是因为太多了 长安城里找不到叫吴双的姑娘 叫彩平的竟有五六千之多 虽然只有没身份的女人 才叫这种俗名字 但是他们全叫这个俗名字 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见了一百多个彩平 这些姑娘全是黑社会的老大找来的 有些是乡下来打工的 洗衣服洗得手很粗 有一些是街上找来的妓女 一进了门 就往王仙客脖子上扑 每个都不像 哪个都有点像 这把王仙客完全搞糊涂了 这使他很悲哀地想到 现在就是无双站到他面前 他也认不出来了 那些老大说 哼 相公 你为什么这么挑剔呀 非要找某个彩平 某个无双 女人脱了裤子 还不都是一个样 其实 男人脱了裤子 还不都是一个样 其实我们大家 还不都是一个样 王仙客虽然不同意 但是他也找不到话来反驳 假如王仙客 非找到无双不可 那就是说 他们之间存在着 叫做爱情的东西 但是王仙客根本不知道 世界上有这种东西 书上没有记载 也没人告诉过他 他虽然想娶无双为妻 但是对夫妻之间要干什么 却一无所知 王仙客找无双 根本就是在瞎找 王仙客向宣扬房里 诸君子打听彩平 到多少有一点收获 起码和打听无双时 得到的反应不一样 有人说 见到过彩平 也有人说 从来没见过 说见过的人中间 对他的模样 也有不同的描述 有人说 他是个高个子姑娘 鸭蛋型的脸 出门时 总穿着黑的长袍 从头顶到足肿 脸上还有黑色的面纱 和别人说话时才撩开 这时候才能看见 他脸上毫无血色 这个姑娘是很漂亮的 甚至比鱼玄机还要漂亮 因为他的嘴唇 比鱼玄机要薄 嘴唇薄是薄命之相 所以他被勒死了 这个姑娘很少出门 偶尔到溶线店里 买点化妆品 也极少说话 另一些人说 彩平矮矮的个子 圆圆的脸 爬墙上树 上房接瓦 下水摸鱼 什么样的浑事都干 这倒和王贤客 记忆里的样子是一样的 但是王贤客还记得 这些事是和无双一起干的 既然有人记得他的模样 就可能会找到他 找到以后 无双也会出现了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虽然彩平难找 王贤客也不肯放弃 王贤客去找无双的时候 只有25岁 人在那个年龄虽然聪明 却不能打猎人情 难免要碰钉子 我在25岁的时候 请李先生教我英文 当时我闲着没事 李先生的英文又很好 所以我以为这个主意很好 李先生让我拿汤恩笔的 而Study of History当教科书 学了好几年 我连英文是什么都搞不清了 因为汤先生虽然是个英国人 写书却是用各种文字都写的 只是不写中文 李先生告诉我说 这些全是英文 我就拼命地读通 念熟 记住 这样做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学得越久 我越不知道英文有几个字母 不过我倒因此知道了文明是什么 照我看 文明就是人们告别了原始的游猎生活 搬到一起来住 从此抬头不见低头见 大家都产生了一些共同的想法 在这些想法里 最常见的是觉得别人欠 自己亏了 所谓自己亏了 是因为自己还没发大财 老婆不漂亮 而且只有一个等等 而别人都欠揍 欠走路不留神 调到井里 欠出门 踩上一脚石 我们知道 大唐是盛世 长安是守善之区 当然有高度的文明 王贤克是个乡下人 又没读过汤安笔 对此当然是一无所知 但是不能因此 就说他没有学问 他脑子里装了一大堆 原始形态的代数学 逻辑学 几何学 哲学 有了这些 就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了 但事实证明 这些东西对他没什么帮助 他到宣扬房找无双 听别人讲了一阵鱼拳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找谁了 假如他打脸人情 就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小时候 我们家里养过兔子 有一阵子 我成天在端详他们 推测这种端庄 温讯的动物 有没有智慧 我的结论是 这种东西肯定有智慧 但却是错误的一种 说他们有智慧 是因为他们总显出一种 自以为很聪明 对一切都很有把握的样子 说着智慧是错误的一种 是因为我们家养兔子 可不是为了给我玩 而是要杀他们吃肉 那些兔子对这一点毫无察觉 显然是长错了智慧 王仙客在宣扬房 所视障的就是自己的智慧 可惜的是 他的智慧解决不了 眼前的问题 王仙客到长安城里找无双 长安城是这么一个地方 从空中俯瞰 它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 在大院子里 套着很多小院子 那就是长安七十二房 横八竖九 大小都一样 每个房里四道门 每个房都和每个房一样 每个房也都像缩小了的长安城一样 而且每个房都是四四方方 房周围是三丈高的土坪 每块土坪都是十三斤重 上下差不了一两 房里有一些四四方方的院子 没院子的人家房子也盖得四四方方 每座房子都朝着正南方 左右差不了一度 长安城里真正的君子 都长着四方脸 卖着四方布 真正的淑女 长的是四方的屁股 四方的乳房 给孩子喂奶时 好像拿了块砖头 要拍死他一样 在长安城里 谁敢说派 或者是三点一四 都是不赦之罪